今天来教大家怎么样制作Podcast 首先我们要生成Podcast的音讯内容 这边使用的是 Notebook LM 这边使用你的Google帐号登录 选择新建一个笔记本 在这里上传你的来源 可以是PDF、TST、Markdown 或者是云端硬碟里面的Google文件、Google简报 或者是YouTube连结还是网站 以及直接贴文字给他 那我们这边拿数位教学指引3.0来做示范 到教育部的地方来下载 下来之后解压缩会得到一个PDF档 我们将PDF档把它拉到上传的来源 整个界面的左侧是我们所有的资料来源 中间的部分是我们跟Notebook LM的对话 右侧有我们的笔记以及语音摘要 在这里的话 Notebook LM会根据我们这个文件内容 去生成一个两人对话的英文语音 类似像Podcast 它的品质很好 声音也很好听 在右侧的地方 这里深入探索对话 我们按生成 Notebook LM的用法 我另外在做影片跟大家分享 生成对话需要一些时间 请耐心等候 生成对话的同时 我要来制作Podcast影片的 两位主持人对谈的画面 我使用AI生成影片 SORA 输入提示词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在录音间录Podcast 整齐的书房 舒服的座位 专业麦克风 去生成这样的画面 希望解析度高一点 所以我用720P 然后按生成 完成之后会发现是像这样的画面 接下来因为我要让它重复播放 所以我要制作一个循环影片 那在SORA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loop 我们点选loop 这时候它会在左右两侧 会出现你需要循环生成影片 需要填补的地方 这边可以选你要多长 那如果你要流畅一点的话 我们一般会选long 会左边加3秒 右边加3秒 总共多6秒 好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首先我们看左边第一段 因为仔细看哦 它的影片到结束之后 会接回来前面 看起来就会像一个无限循环 好 这是第一段 让我们看第二段 动作不太一样 但是看起来应该是 没有差很多 这一段还不错 那我就选这一段 当作是我Podcast影片 里面男女生讲话的部分 在右上角按下载 将影片下载下来 接下来回到我们Notebook LM 发现我们音讯档已经完成了 在这个地方 那一般实践的话 应该都不会超过半小时 超过半小时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要翻译这个音讯档 在右侧按3个点点 按下载 这时候就得到我们音讯档 接下来到免费转字幕的 sub-easy.ai 这平台每天可以免费3次30分钟 就要排队啦 但是你就丢着 隔天再来拿就好了 将音档把它拉到这个地方来 开始转写 第一次使用会有快速通道 第二次之后你就要排队 这边需要排队的话 你就丢着就好 接下来你就去做其他的事情 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来看 它转好了没有 转录完成 我也觉得很奇怪 它自动帮我翻译了 欢迎来到一个深浪 我猜可能是因为我原先选的语言是繁体中文 所以它自动帮我翻译 30分钟的音档你可能也没办法校正 就没有关系 直接输出就好 接下来按右上角的绘出 我们会出字幕档 这边就不用动它 按下载就可以了 接下来打开我们的剪辑软体 我这边使用的是剪印 任何的剪辑软体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将三样东西导入 分别是字幕档 音讯档 还有Sora生成的Podcast对话影片 好我们将三个东西全部拉进来 首先我们将音讯档拉下来 因为最长的是这个音讯档 接下来我们的Podcast的画面 因为这个只有15秒 所以你拉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只有占一点点而已 可是我们音讯档有30分钟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要重复去复制这个影片 所以我们将这影片复制 让它叠上去 因为我当初设定的时候影片是重复播放 所以你叠在一起的话 它就是会无缝接轨 接下来我们将这两个影片选取 然后复制贴上 这样就叠两个 接下来四个 再复制贴上 变成八个 依此类推 你这样在操作的时候 速度就会快很多 所以这样子就16个 然后复制贴上 重复操作 到我们这个影片 填满整个音轨为止 其实蛮快啊 这有点像是细菌增生 每次都两倍 好像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后面多余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删掉 然后像到这个地方结束 对不对 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多的 我们就把它剪掉 在最后面的地方 动画 选出场 选剑影 做一个影片结束之后 画面慢慢变暗的效果 谢谢我们在深谷 好接下来我们将字幕档 把它拉上来 字幕档拉上来的话 只要对齐最左边就可以了 像这样 放开 所有字幕就按照我们时间走 把它对好 接下来我们把它试播一下 欢迎来到深谷 我们在深谷 看起来的效果 所以看起来的话 效果像这样 特别是台湾 好 接下来我们将字体的大小 调整一下 加上黑框 点选字幕上面任何一个字幕档 然后在右边就会出现它的设定 字体的话不用改 本身就是繁体中文 然后你可以改它的字号大小 然后我们一般会选出体 接下来我们会为文字加上黑框 我们通常都会选这一个 有漏掉一些字 但是我觉得效果还可以 完成之后在右上角按导出 名字打上数位教学指引3 然后影片导出 字幕导出 接下来按最下方的导出 它就输出成一个1080p的podcast影片 英文发音 下面是中文字幕 在下方连结 你可以点选观看这个影片 好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将影片播放 欢迎来到另外一个深谷 好以上你可以用这样方式 轻易的制作任意知识类的podcast 只要在30分钟以内 利用这些免费的软件 就可以制作podcast影片的节目 可以藉由观看影片 来去学习一个新的知识 好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教学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